每一個人都相當認真 除了要泡出一泡好喝的茶 當中也要注重有味 台灣台文化提供協會 今年初期辦的第一次台文化庫定初期百檢定 學完雖然只有14位 所以來自中國各地的民眾報名參加 其中也去他們賣酒 已經通過電影地社團國際檢定的民眾 可以多項的學習 不因為說我只有考到某一個茶會的證照之後 我就是一個很高級的茶人 這樣子的孕育的內涵 還有高癌的氣質 是沒有辦法表現出來的 那我希望我這一次在初見裡面 我可以學到更多 在我茶會裡面學不到的東西 然後把他們的精髓 帶到我祖傳政查協會裡面去使用 為了要求前台文化提供以及教育發展 台灣台文化提供協會 第一次開辦也是庫定 以及基盤檢定來研修成功 一連傳的庫定中 是每一位參加的校園都有不一樣的感受 茶除了說學利益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想要知道 它的製造過程 還有它各方面都了解之後 茶湯跟陶的影響在哪裡 它能夠讓我們在做陶這方面 能夠做陶瓷、做茶器 能夠有更好的發揮 地面泡後喝 地面放的所量 泡時間長地 我們所有的運動都要抓到剛才好 在台文化初期辦在檢定的過程中 其他表現也會相當的優移 每一個的過程 每一個的動作都要相當主動 在這檢定的時間也要保留得好 這辦法順利通過 你自己可能要先試泡 到底這一泡的茶的性質到底是屬於哪一方面的 這樣的話你就有變於 你在沖泡的時候能夠掌握到你的包括茶量、水溫還有時間的部分 這樣的話就沖泡出來的茶湯就比較不會那麼差異不會那麼大 我們希望說藉由這次的一個檢定 所有的學員們回到他們自己的所在地 能夠將南投的好跟南投所產出的每個產品能夠做推廣、做分享 即使14位學員來報名參加初期檢定 最好全部都順利通過 台灣台文化提供協會表示 初期檢定只是一個開始 他希望能夠將台灣的台文化沉進 並提供到世界各地 讓客人組回來接地 記者王主日 張報道